我們都知道挖墳墓那還得把土填回去對吧 你可知道最後面整個始皇陵園 在最後面附土這個階段 花了多久時間嗎 一年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附土工程 就要一年 好話說回來 其實始皇陵會這麼大 跟他的佈局有關係 除了祖肥的長寬約個350公尺之外 其餘周邊的地區幾乎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坑 又或是一些他的地下城牆建築物 說到這地下城牆建築物 潛坦說真的就像是在地下 還原了一整座城市 再說一個說出來又會驚呆所有人的資料 光是目前已探測出的陪葬坑 就高達 600個 600個啊 其中最知名的兵馬俑 就在這陪葬坑之一 先別說其他的陪葬坑 光是其中這個兵馬俑坑 目前已出土的兵馬俑數量就高達 8000個 另外陪葬坑還有什麼 銅車馬坑 開甲坑 百戲永坑 奇珍異獸坑 文官永坑 啊太多了不念了 總之租房不僅備載 考古學家已經挖了四十多年 已經挖出了十多萬件文物 還沒挖完 根據推測 其餘未發現的陪葬坑可能還有達上千個 等於他們挖了四十年還不到一半 等於這些考古學家還得再挖個四十年 六十年 不知道 從一個十八歲年輕逆壯的小伙子 挖到變成一百歲的老頭子 哇 他們還能挖完 真是差眼啦 根據現在已發掘的周邊陪葬坑來看 光是陪葬坑的規模之大 已經讓人驚嘆不已 就像是最大的陪葬坑編號K9801 長度就已經達到一百三十公尺 寬度一百公尺 面積一萬三千平方公尺 等於三十多個NBA標準籃球場 這麼大 光是陪葬坑就大的下人 也難怪修建秦始皇陵的時候 得動用七十二萬人 各位可能很難理解 七十二萬人是什麼概念 我們台灣東部的縣市花蓮縣 總人口不過三十三萬人左右 台東總人口二十二點四五萬人左右 動用花蓮加台東的總人口 一起來還不到七十二萬人啊 更難想像的是 這七十二萬人還不是只出動一年 這出動至少十一年 甚至實際上可能還要更長 再說一個驚人到不行的資料 我們都知道 挖墳墓那還得把土填回去 對吧 你可知道 最後面整個始皇陵園 在最後面附土這個階段 花了多久時間嗎 一年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附土工程 就要一年 怎麼樣 聽傻了吧 最後講講始皇陵的地宮吧 一般講的地宮 是指祖墳以下的地下世界 祖墳以外的地下世界 那還不算哦 地宮一般存放帝王的關果 以及隨葬器品 就連始皇陵這個最核心面積 應該不會是最大的地宮 目前科學探測光是面積就達 18萬平方公尺 等於429個NBA籃球場 這麼大 地宮長約170公尺 寬約145公尺 深度距離地面約35公尺 分好幾層 地宮3D立體的構造就像是一個 大金字塔形層層往下 光是地宮 正中央的墓石 高度就高達15公尺 現代建築的差不多 我層樓高 這是多麼氣派的一個構造啊 這種超高挑的設計 就像是進入某一些 可能有些社區啊 大樓啊 那一種大廳都很氣派 挑很高這樣子的 那一般的大概是挑高 兩層樓到三層樓左右的 像這種達到五層樓 光是想像就超級氣派 那這個墓室的大小呢 根據探測 差不多是一個大型的 足球場 我知道你可能已經驚大快變成石雕了 但是請先冷靜再聽墨建哥講一點分析 目前探測到的範圍 都是依照目前科學能力所及 未來科學能力再向上提升 地下探測的技術再次提升 未來有可能發現 死皇陵園 不只這樣 還要更大 到時候這樣的規模 可能會令所有考古學家非常痛苦 很想有生之年看到所有結果 但是卻辦不到 這真是一個又驚喜又心痛的心情 整個死皇陵園 到底有多大 底下到底埋藏著幾百萬件 還是幾千萬件 奇珍一寶 到底有哪些讓死人 精在價值連城的形式珍寶 會出土 實在是太充滿想像空間了 其實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 或是整個秦國呢 都有太多值得獎的東西了 就好像是他們的 黑科技 兩千多年前的黑科技 竟然會讓兩千多年後的高科技 現代的我們 照樣嚇傻 甚至可能有我們還沒有辦法做到的東西 你會不會好奇想聽啊 那乾脆今天再來加碼講一下 關於秦超黑科技的部分好了 現在已發掘的最大周邊培障坑 它的面積就已經達到一萬三千平方公尺 那裡面出土的一個文物 它的數量非常之多 用白話文說就是石頭盔甲 這石頭盔甲我們看起來 沒什麼看起來很爛的感覺 但是在當時那可是一個 算是高科技的東西啊 怎麼說呢 來各位你們現在看到盔甲上面的一片一片的東西 它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石頭 在石頭的來源都是從每一塊不起眼的石頭 切片打磨磚孔最後面拋光而成的 中間的工序這複雜啊難以想像 根據考古學家科學家的實驗 這種盔甲現代人手工做起來 一件約需要一年的時間 各位一年啊 而且是現代人啊 而這個最大的培障坑之中 還不是只有一件這樣子的盔甲 根據考古約上千件這樣的盔甲 和頭盔 那到底當時的秦國距今約兩千兩百多年之前 那個時候是運用怎樣的高科技 才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製造出這麼大量的石頭盔甲 又或者是他們到底 動用了多少非常技術高招的工匠 去製造出這樣子大量的石頭盔甲和頭盔 不知道 千萬別忘記 這上千件的盔甲和頭盔 只是巨大石皇陵群中的一個 陪葬坑中的陪葬品 根據專家推讀 整座石皇陵家陪葬坑 可能還藏有數十萬件 甚至達數百萬件陪葬器具 未被發掘出來 而這些器具都有它的製作過程 那到底這麼眾多又精緻的陪葬器具 到底是動用了多少人力 多高的科技去把它製造出來的 目前 還是一個巨大的謎底 可能有人想到 A蓋這個死皇陵的時候 不是動用了七十二萬人嗎 人很多啊 搞不好其中隨便分一團出來 就可以製造很多東西了 但是各位可要想一件事情 這死皇陵園基本上就是 把一個大城市 給還原在地底之中 光是建造這樣子的一個規模陵園 還沒去製作那些精美的陪葬品 就已經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工程 還能找出多少的工匠 而且是技術高超的工匠 去製作這些陪葬品呢 真的是一個未知的問號 問題相信 青史皇他的地下心家 如果哪一天被 掀個底朝天搜刮的一乾二劑 那麼也許 這可能會是全世界 最大的寶藏 也說不定 因為光是土地面積 就已經這麼大裡頭 到底會藏有多少無價珍寶 天啊 實在是太讓人期待了 好了可以講的事情 還有很多 如果想聽更多的話 請留個言 但是我想聽 這樣子墨鏡應該就有機會拍給大家看啦 好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記得訂閱墨鏡跟Youtube 並且打開鈴鐺 這樣才能收到我下一集的影片的動作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那請按個讚 並且分享出去留個言讓我知道 把墨鏡跟明天打發不行 我們就明天再見了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I need you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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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you now